相信某些新聞稿已經發了給大家 如果不夠害我們會給大家 我們先將今天的聲明讀一次 我們先開始讀一段聖經的語句 《提摩太后書》四章六節和七節 《反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進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走著》 人民力量在2011年區議會選舉 延續五區公投運動的精神 發起了票債償償運動 除了呼籲選民用選票去懲罰偽民主派 更加讓選民可以在建制派和偽民主派以外 有一個以上皆非的另一個選擇 票債償償運動是希望選民 能夠就政治議題表態 選擇爭取民主的道路 今次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敗 選舉過程和結果 票債票償運動都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票債票償運動在區議會選舉中 得不到大多數民主派的選民的認同和支持 我們必須承認這次運動在地區選舉上很失敗 我們會深切反省指示檢討 但絕不會因此放棄 而且會繼續迎眼而上 積極推動新民主運動 人民力量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 排了62名候選人 其中一人當選就是我旁邊的民意 人民力量在62個選區總得票為23,465票 而我們參選的62區總得投票的人數為217,828票 得票率為10.76% 人民力量今次大部分的候選人都是首次參選 在地區之中屬空降的性質 所謂欠缺地區工作經驗和社區網絡 未來我們必定會在全港拓展地區工作 投放資源開設地區辦事處服務居民 和加強培訓政府人數 我們衷心感謝所有支持票債、票償運動的選民 所有候選人、助選團和支持者的努力 都是工作可滿的 捍衛公義的政治抗爭道路 從來就不是康莊大賭 我們會堅持一本立場 努力爭取香港實現100%的真民主 多謝各位 我書讀聲明的時候就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們 我們今次參選區議會的選舉委員會的趙紮陽一郎文 我想正下來的時間都是給大家問的 但我想強調一件很長次 現在主流傳輩 或者大家對整個選舉結果的分析評論 這兩天報紙、這兩天報紙、這兩天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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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明顯的 因為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還有我們都不會評論 其他政黨的選舉結果 對政黨的影響 就是我們公共評論的 我們純粹從我運動的本質 將今次的選舉結果結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主要是這方面 大家可能比較有興趣 即是說你得一席 某個政黨又有幾個席 那個又有全軍盡默 之類之類 我想我們在這個問題上 第一我們撥平了其他政黨的特色 我們純粹就整個運動 我們覺得非常遺憾和失望的就是 這個標债標償運動 在今次的地區選舉上 只是通過一個地區選舉 將一個政治議題 放在這個地區選舉上 希望爭取到泛民主派選民的認同和支持 我們不是爭取建制派 蛇齋頂種米的選民的支持 我們爭取泛民主派的選民的支持和認同 希望可以推動這個政治運動 如果從選舉的過程和結果來看 這個運動是失敗的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這個運動 我們會深刻去反思仔細檢討 然後繼續我們一般的合作 擁難而上 策略我們可以調整 但是我們原則 純粹不要多 這個是我們人民明亮的 經過這個運動之後 我們得出的一個結論 所以我們主要是就運動的五日 運動的四塊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你說我們拿了多少議席各樣這些 就是我們在這個聲明裏面 都很簡單給大家報告了 在我們62個區總投票人數 21萬層 比不知中我們拿到二百三千多票 即是說大約佔投票人數的11% 是吧 因為各個區都不同 例如有些他計算得票率 可能也不是這樣計算的 如果在全港一百二十萬人的得票 我們是拿兩萬多票 就是大約有個分數 你們喜歡怎樣解決 就是大家各下治理 大家實際的數字 我們都會根據這個數字 以及根據這次選舉的結果 我們所有候選人的得票 以及他們參選的過程 參選的時間的先後 以及地區工作的時間長後 我們會做出調整 譬如我們看到的結果 我們得票高的那些全部 大部份在地區上面 是有經驗的那段時間 證明了一件事 從選舉的角度來看 即是你如果在地區上面 是完全空港 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 你想得到高票是很艱難的 這個也是任何選舉必然 但是我們本身是一個運動 所以我們有很多空港部隊 所以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運動 去緩成一些泛民主派的選民 但是那個結果就是沒有理想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運動的本質 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例如可以交給主席和陳偉業 陳偉業都是今次的 所謂叫差表索銀的主角 他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另外麥業成在地區工作這麼久 在今次其實整個原本區 我們都是同這個權制派對的 所以我們今次的選舉 除了跟這個民主派有些同區競爭之外 我們都有相當多個區是跟建制派對的 麥業成在地區工作了很久 所以他那一席就可以保住 我們其實整個人民的力量只有兩席 他那席是保住 另外我們的席就是陳偉業國內卿選區 因為他要去和韓人競爭 那個區就由我們的秘書長陳叔來參選 在短短一個月都不夠的時間裏面 他拿到千多票 所以證明我們地區有過去有基礎 在地區選舉裏面的成績都不會太差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好的經驗 將來我們會在兩方面繼續增強資源 在這方面可以發揮 未來下一屆我們可能在地區選舉裏面 就會有進場的 這關於選舉的部分 不過今天我希望我們主要都是集中在運動前身 大家可以不停進入我們主席 還有陳偉業國內卿 我可以說的 我想在策略上 我想在策略上 不好意思 我自己實際參與選舉和很多方面的居民 和他有很多溝通 我想基本上有幾點 我覺得選舉的工程上是有待那些 第一就是整個人力量去推動這個票借票場 可能在議題上或者原則上 差不多香港所有的傳媒 特別主流傳媒和支持民主派的傳媒 是一面倒極力反對和有一個既定立場 是沒有接受的 所以在整體傳媒的報導上和宣傳上 不但沒有幫我們有任何客觀的報導 而是一面倒的抹黑打壓 我想這跟傳媒方面可以加強溝通 令主流傳媒多些了解 我想這是重要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和這些選舉 那些政黨的主要負責人 政府的主要政策的時候 都會找些高層吃飯聊聊聊 可能人民力量和主流傳媒溝通方面有待改善 因為不但沒有主流傳媒的客觀的報導 反而主流傳媒無力打壓 令到整個票借票場的運動 在基層市民方面 是不能有個客觀的報導而得到的訊息 不但沒有客觀報導的訊息 反而極為負面的評論打壓 令到他們誤解了很多我們的訊息 我們要在地區上很辛苦 用很僅有的資源和人力 各別解釋極為負面 這個票借票場運動 缺乏主流傳媒的客觀報導 令到這個運動本身 障礙重重 這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缺陷 第二個缺陷就是在人力統籌方面不足 這是一個事實 因為我們很多參選的人 差不多是在登記前至決定的 我相信起碼有三分之一 至一半的參選人很短時間 只有幾天時間在提名前才決定 變成選舉工程部署人力統籌方面有問題 第三就是準備事實不足 人力量在3、4月成立 在成立之後選舉委員會再統籌計劃 整個選舉工程在統籌方面 是建立完善 這是一個值得的改善 我相信這意思是否就是傳媒的責任 可能是炸於你們 我們不要這樣說 我不要這樣說 因為你說主要是傳媒 沒有人說主要是 其他原因 因為任何一個政治信息 傳媒一定有立場有看法 而在訊息溝通方面有不同的理解 或者我們未能夠向傳媒作一個深入清楚的解釋 而導致到它起初已經有誤會 而引起很多爭拗 而導致到訊息在客觀報導方面未能出現 我覺得這對我們的運動產生很多影響 我覺得這方面 我講人民力量是有代改善 我不是講傳媒 我講人民力量是有代改善 我不是講傳媒 我們敢講傳媒 你記者是否今次的運動失法 你記者是你們主要運動的訊息傳不到去選民 傳到選民未有角色 因為我們去地區解釋 個別有些跟它詳細解釋 就多了人理解 有部份的票 我們仍然跟它談了半小時時間 它開始了解之後有些人接受 所以那個溝通是很重要的 基於第一很多人空降下去 在地區上沒有人次接觸關係 變成訊息未必可以很真確和很全面解釋下去 當然我們靠我們的書仔 那些書仔可以有心機讀的未必那麼多 但用一個客觀的現實就是 譬如很簡單 譬如我路過我的區 區內很多留言 說我以前民主黨出生 拿了利益就走了 很多抹黑性詞句 你要花很多去解釋 當然這些是個別選戰的問題 但整體票債票償的運動 關於民主黨和民協出賣選民 關於政改那部份的訊息 大部份人不知道 譬如去年投票 他們支持了千二人小圈子 選舉在立法給他投票 因為很多傳媒的報道 是講了新增功能組別的部分 變成千二人小圈子投票而出賣了選民的利益 基於選民未感受到問題的嚴重性 而導致對民主黨和民協不滿的程度 未相對利益 可以減低